爱情的火花往往是在一瞬间插出的 现在很多深爱的男女在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和对方一见钟情的 你爱我,我爱你,这对两个人而言就足够了 情侣和夫妻间的亲吻也是如此 有时候两个人在亲吻的时候不需要太多理由 只需要有一个刺激的事物或者是两个人有一个刺激的想法 你知道吗,男人在这三个瞬间最想亲吻自己的女人呢 你是否经历过 第一,拥抱自己女人的时候 男人在拥抱自己女人的时候男人是很容易动情的 这个时候男人和女人最想做的动作一定就是接吻了 如果你们两个人深情一吻 那么相信这个时候你们两个人一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如果你们两个人在路上或者人很多的地方拥抱接吻的话 你们两个人一定会得到很多人的祝福 这就是爱情的力量 二,女人给男人惊喜的时候 当女人给男人惊喜的时候 男人心中一定是非常的激动 此时的男人一定会深情地看着自己的女人 男人会给自己的女人另一份惊喜 而这份惊喜往往就是男人的吻 当男人心中对女人情不能至极的时候 男人很多时候就会选择亲吻自己的女人 这么一个很简单的方式表达出了男人内心最真挚的情感 三,两个人分别已久重逢的时候 情侣之间最煎熬的时刻 就是两个人分别已久即将见面的时刻 此时的两个人一定感觉 时间过得很慢 两个人总是想以最快的时间见到对方 而当两个人真正见面的时候 两个人就会情不能自己 尤其是男人 一定会很着急地吻自己的女人